你又会想对他说点什么 其实我 我们刚刚在私底下 我还跟小明哥在聊 就是一转眼就 已经十六年的时间了 好快啊 然后包括我们认识的时候 都还挺小的 那位你就是刚刚上台的 那些个小男孩 就差不多 对 就差不多那个样子 然后就我回想了一下 我觉得我这一路 其实除了我的家人朋友 还有就是歌迷朋友 我觉得我还是认为 他是各种各样的人 就不同职业的 不同年龄的 只要是其实观看过 零五年的这个节目的 可能我突然去医院 打点滴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护士 他会说 春春我给你投过票 但他未必是你的歌迷 然后比如说 我在机场排队的时候 可能突然前面一个 像腾哥一样 老人 也不是老人家 也不是老人家 就是你觉得他 他可能不会看这种节目的 然后他会突然说 我能跟你一个自拍吗 我当时给你投过票 会遇到不同的职业 你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些人 他会 都会用这一句话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一个青春的 最好的一个连接 所以我觉得他不仅仅只是一个 在歌迷范围 对我带来的一些回应 我也比你投过票 我也比你投过票 是是是是 影响力太大了 非常非常大 太夸张了 西丹那儿路都封了 而且我还模仿过春春 模仿得很像 怎么做到的 有一些共同之处呢 这个春春成长的路上 这个春春成长的路上 其实就像他自己说的 有很多人陪伴 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你已经成了很多很多人的青春 而他们也有话要对你说 咱们来看看 在2005年 我们认识了一个 普通的小姑娘 2005年还选择 在那里就被你深深地欺应 那年522岁 每一个周末 我都和一群朋友 抱走在成都的街头拉票 春春你好 你还记得我吗 2013年的外面演唱会上 你把这把开启快乐之门的钥匙 送给了我 在那之前呢 中枢神经细胞瘤 压迫了我的视神经 然后导致了我左眼几乎失明 今天把这把快乐的钥匙送给他 你快乐 所以我快乐 全场的观众都要带我加油 我突然就意识到 我要为了 为了爱我的家人 以及朋友们 振作起来 感谢 我们的新生有你 新生有你 哇 谢谢 谢谢 我的贵生女儿 春春 我是小奶奶 我想你了 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 忘了许多数 但是 一直接着你 哎呀 我天哪 以后我总有一天 不能来参加 唱个演唱会 但是我心里 为你一起 我会一直支持你 下奶奶 让我特别感动 因为我从导演那里了解到 下奶奶今年是91岁了 啊,对 因为年龄的原因 所以其实夏奶奶 现在想把一句 长句子 一气说下来 已经很累很累了 夏奶奶是一直 陪着春春在成长 对 但是当刚才看到 她的样子的时候 她还和你记忆当中的夏奶奶 是一样的吗 说实话不太一样了 她在我的那个印象当中 是一位知书达理 然后也非常的 精感的一个奶奶 跟我今天看到的她 也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 但是从18年开始 因为身体原因 她没有办法再出现在 春春演唱会的现场 但她一直是一个 最撇的玉米 她这样的一个年龄 就希望她开心 然后也希望她的身体 可以健康 好像没有别的 就是我觉得 挺朴实的一个愿望 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 谢谢 春春这十六年一直在不断地成长 当然也源于身边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人一直地陪伴 但是你也会发现 当成长之后 很多人已经把你作为了 人生的一个目标 或者学习的一个榜样 当你看到青春有你的那些 小伙子们的时候 会不会就好像看到了 当年自己的样子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相互的吧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面 虽然有很多人给了我力量 但是我也有非常孤独的时刻 在不断地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也打开了 我自己很多内在的一些东西 因为经历了这些孤独 因为经历了这些 可能质疑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我反而希望 在面对更年轻的孩子的时候 可以给他们一些 力所能及的帮助 一些能量 然后以及我可能 过去经历过的一些东西 我希望能在未来 可以做一个还不错的前辈吧 一三年的时候 我记得你是在那个节目里 对着花花 你可是说过 我坚信花花未来 一定是可以创作出 好作品的歌手 我还有花花 对吧 对对对 第一次见到我成春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 她是一个极其有魅力 并且气场极其强大的一个人 在我心里面 她永远是我的导师 她是有点像是一个引路人 也一直是我的一个 心里面一个行业的 一个标杆嘛 对 谢谢 陈轩老师好 我是潘红 哈喽 春春姐 好久不见 我第五年的时候 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 叫《燃烧把少年》 然后非常有幸 可以在前面两轮的时候 被春春掌门给选中了 去了她的队伍 无论是从业务 还是从人品 还是从品德上面 我都把它当作是我学习的一个对象 一个榜样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句 她对我说的 你经历的所有风雨 在未来来看 都会是一种长远的馈赠 就会一起落泪 但我真的觉得 你在我心里 不只是一个酷酷的春春 更是一个暖暖的春春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像 春春老师一样 成为一个散发着阳光 传递着正能量的 这样一位歌手 我觉得她是我的榜样 她的从音乐啊 然后她的审美 加上她一体化的点唱会 都是在国内非常一流的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能向她靠近 希望春春掌门可以身体健康 顺顺利利 这个是我最真诚的祝福 兄弟 你眼中的星辰 谁细雨天真 明媚如照样出生 云红耳根 你春上的细纹 和轻描淡写空闻 地唱着谁的心声 这一刻突然失了 这一刻突然失了分寸 你爱过什么人 有多少穿梦 冰争是不是夜角 年轻齐生 你一首晚上的